以往第二季都是PC的传统弹季 不过就在低润的供给减少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市况是一片缺货身 记忆体模组厂有钱也买不到足够的货源 各家厂商现在想要拿货必须要各凭本事 业界预估在五六月份即使有传统的五穷六绝的效益 不过在低润的价格还是持续看涨的 由于低润市场供货吃紧 记忆体模组厂通路商四处寻找货源 有模组厂商就表示 现在可以说是有钱也买不到低润 台系12寸晶圆厂成了锁定的目标 外传金士顿更是包下南科旗下上一颗DDR3的晶片 以及历经旗下2万片的产能成了最大受惠者 而PC系统厂则仍是喊缺 因此五月合约价还有上涨空间 由于价格大涨加上库存平价回升 南科和华雅科第一季财报明显好转 三月都转亏为盈 南科三月售后存益39亿元 每股存益0.16元 顺利米平前两月的亏损 第一季售后存益5.06亿元 每股存益0.02元 终结连12季的亏损 而华雅科三月售后净利11.25亿元 每股存益大约0.21元 据第一季的售后净损6.13亿元 亏损季减83.5% 是近13季来亏损最小的 每股竞损0.1亿元 摆脱营运窘境 南科华雅科昨天股价涨停作收 也带动机体相关族群表现强劲 滴润供货吃紧 五六月价格仍然看涨 因此模组厂采取出货控管策略 保留库存 因应第三季的旺季 避免到时候还要花更高的成本来买滴润 东产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